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我现在要开车去拔牙了 太紧张了,我想象到上周一这个时候我这颗牙被拔出来 那个想法都让我浑身毛骨悚然 这颗牙都让我捕了 我捕完牙了,不是捕完牙,我都在说什么 被这麻药和拔牙给弄迷糊了 我现在半边脸都是麻的感觉 我刚刚拔了左上角的这颗牙,咬着棉团的 还得咬半个小时,拔牙的过程中 我也不知道牙可能没有特别吃麻药 还是稍稍有点疼 比我那天拔右牙的时候要疼很多 我觉得拔的时候my light flashes in front of my eyes的感觉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今天上了我的下牙的那个牙套 我现在不敢张嘴说话,要是说话好奇怪 只出声不动嘴唇 医生说因为我还要调咬合 所以下牙就想先把它给整上 我正好下牙也不用拔牙或者怎么着的 就先给贴上 过一个月我再过来复诊 然后再把上牙的那个贴片给贴上 正好先适应一下下牙有假牙贴片 适应一下带上牙套的感觉 哈喽,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然后刚刚把我刚咬的那个拔牙的明星球也吐了 先可以仔细看到我这个下牙的牙套 其实如果正常这么说话的话 是看不到下牙的 忽然一下开始了我的整牙旅程 我现在要出门陪我妈一起去办点事 希望我待会下午牙不会痛 医生给我开了点止痛药 到时候如果需要的话我就给吃了 我们下午三点来吃晚饭了 第一次戴着牙套尝试吃这种带丝的东西 C牙的 我就觉得我现在牙套就全是这个丝 这个东西 你让我吃好了 这个好大 那你能挂着 对 谁让我帮你吃 不好意思 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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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 面路有没有能躲在那个角落里面 然后地板上叭叭叭叭叭的这种声音 里面都是土豆在动 放屁了 你好呀 你好臭呀 7点7时才7点钟 但我真的已经很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八弯牙这颗牙就是有点不舒服 然后再加上上了下牙套以后 我今天晚上那个晚饭给我吃的 简直就是胃通嚼辣 不过我现在正在剪视频 剪我第四天到第六天的Vlog 然后两只狗狗就陪在我的左右 我找了半天 因为我看Miller在我后边 我想和土豆去哪了 结果一看 土豆泡底下来了 小土豆 鸡蛋 哈喽,大家晚上好 今天就出去陪我妈办了一天的事 现在已经晚上5点多了 我早上其实就吃了一个鸡蛋 吃了一个寿司是昨天打包的 喝了一碗那个牢骚鸡蛋汤 还吃了一米猴桃 我啥也没吃 早上10点多吃完了饭 这一天我在外面差饿死 我这差点坐在人家那个办事的那块点外卖了 昨天刚戴上牙套之后 今天还是有一点不适应 嚼什么东西都尝不出什么味道 没什么食欲吧 吃两口就饱了 我已经闻到我姥姥在厨房那边做饭了 超级香 也不知道今天吃什么 今天好像吃炸酱面 太香了 这是那个打鲁是吧 鲜眼也行 都行 这样也行 面条和面片 先来喂个狗吧 新灵石 这是什么的呀 这是应该是肉香 吃的比我好 这是什么呀 这能玩具玩具玩具 就把那吃的抠出来到时候 哇 这是肉酥 蒜蒜呦 这家卖狗粮子 狗零食特别好 这是什么小辣肠 哇 天呐 我都想吃了 你看看 你弄工 照片 让我看了 因为我的牙牙不是很方便吃公薯 我老子给我弄了点面片 你怎么吃 你怎么听 être 你怎么看 吃的还是音乐音的 我看看 你怎么看 尖格 我来不看 早上好 北京真太干了 开了53的湿度 一晚上这一缸水就都没了 开加湿期间就是续命用的 要不然晚上睡一觉起来之后 早上真的嘴唇感觉快裂开了 今天是这个vlog最后一天了 第三天了 我不来打算今天发第二个vlog 但是有一点没赶上 进度有点没剪完 因为这两天拔了牙 又戴上牙套 每天其实有一点不舒服 有时候晚上剪视频的时候 就剪得头疼 待会我要陪我妈出去 她想去三里头那边去看看什么店 晚上可能在外面吃个饭 我现在就赶紧趁着这个时间 先剪点视频 关夏在这开了个店 她这纸的椅子挺好玩的 颜色有点儿跳 还有Lululemon这新骨子也太丑了点儿 这绒布怎么跟老大妈的传绿 还有个黄金色的 好久不来哦 苹果店都已经搬家了 这边好像要开一个大Sephora 楼上感觉有很多新的餐厅 Shake Shack在那边 今天我们准备吃这个 这个是酸菜水饺 黄瓜鸡蛋 什么虾仁水饺 还有两个海胆水饺 回家了 今天新买的一件衣服 就是特别可爱 这个是chocolate和角落生物合作款 很多年没有关过chocolate 今天就看到他们在卖这个 真的太可爱了吧 不过就有点小 我这个是S号的 我说我想要最大一号的 他就说最大号的就是S号 那我再胖点出不去 对我妈可以穿 这比较娇小 我比较庞大 你觉得太可爱了 我妈可以登上我 你也太可爱了吧 我这小狗的也很可爱 长得还有点像科技 我的奶茶到了 头次订喜茶外卖 因为我老在美团上面找 结果后来发现人的喜茶 是由自己的外卖 我还说怎么美团上没用呢 这是他新出的一个叫后烧蛋糕波波奶茶 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喝 我还点了一个 因为要30块钱起送 然后光点一个那个的话只有29块5 所以我要点了一个跟我妈一起喝 逼着我妈晚上跟我喝奶茶 有一个酒酿桂花洞 那这应该就是他那个桂花洞 还挺好喝的 只不过有点凉了 如果他是很热的 或者是很冰的那种 我应该很好喝 再来尝尝我妈的这个 这个好喝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现在晚上9点半了 我在喝这个简直太罪饿了 明天一定要运动搞起来了 现在已经11点多了 我刚刚剪完我的第二支Vlogs视频 就在他抖出的时候 我就来给这支视频做个结尾吧 今天也是9号了嘛 想不到已经就做了三个视频了 我现在就是话不能说多了 一说多了我就老觉得嘴里兜着什么东西 这两天就一直在网上找那种洗牙器 高压的喷水的那种冲牙器 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也可以跟我说一说 但是可能这视频发 然后大家推荐了之后 我可能已经买好洗牙器了 不过还是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就是之前跟着小红书上面的一个推荐 买了一个加湿器 那个牌子叫什么我都忘了 真的特别难用 就从此以后 我和我妈都有点不相信 网上小红书上这种推荐了 最近刷抖音啊什么 就老能看见一个推洗牙器的一个 长得还挺好看的 但是就是那种小牌子 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 但是确实我挺急需的 因为这两天我刚戴着牙套之后 确实是吃东西会都在牙套底下 这些小小的不方便 都是在戴牙套之前想都没想过的 戴上牙套之后 也确实是这三天咬东西啊什么的 牙齿会比较无力 头两天的时候 甚至嚼东西都有点没味儿 不过我在慢慢习惯当中 确实这是困扰我很久很久的一个问题了 我就真的很想把我这个牙干净给整好 这次就不得不忍一下了 这两天在网上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成都又发现了一个病例 不就把它的一些行程给曝光了吗 曝光之后 就在网上 忽然就出现了一股恶势力 非常邪恶的声音 去议论 甚至去羞辱这个女孩 就真的让人看了很生气 这些被爆出来的行程 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议论去讨论的 你没有资格在这做着讨论别人的私生活 而是让你自己去对照着这些行程 看看你有没有去过这些点啊 你需不需要做检查 但就是有些人不明白 然后有些人就是多管闲事多吃屁 但你觉得都已经2020年了 然后这世界上应该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的时候 林子大了 真的什么鸟都有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的邪恶的人 不是这样闲得没事的人 觉得有一小部分人真的很想抛开他们脑子 看看他们到底就是装的是什么思想 我觉得不管是男孩女孩 到了一定的法定年龄 可以出去喝酒可以出去玩 那人家个人的选择 人家爱去哪去哪 然后最希望这个女孩 还有现在所有的患者 身体上马上恢复健康 心理上也能不要再受这种折磨 不要再受这种欺负 你说你本来身体上就不舒服 然后你还要去看到网上这么多人 去对你的生活指指点点 Anyways 那这三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希望你们还喜欢这个视频 天气越来越冷了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保暖 还有注意防疫 冬天的时候比较冷的时候 这个病毒传播还是会更猛一点的 好了 那今儿的视频先到这儿了 我们过两天见吧 拜拜